有信息国际研究部董事赵希敏 希敏你好 你好 大事五后大事都维持过百点的升幅 企稳在16800点的一个水平 但务力从上17点 成交都见到是偏淡静一点 不过见到几只Tesla概念股跑出 其中禁风的奈势特 齐齐升8-10% 敏实都升近本乘 先跟进一下Tesla方面 最新的消息 CEO马斯克宣布 在8月8日推出一个Robotax 即是一个无人驾驶出造车 Tesla美股格晚都升近半成 今天则创超过半个月 最大几天升幅 不过有些分析师潘烂水 认为Tesla是试图将注意力 由惨淡的电动车市场转移开去 另外股价方面 看到其实它连至今都跌了三成 这个消息是否真的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我想其实都不是它 很多上市公司都是这样 当你的主营业务的增长动力乏力 不要说惨淡 在增长动力乏力的时候 都会找到其他所谓的量点 新的增长量点 去吸引投资者的眼球 当然大家都还记得 在Tesla层面 过去纯粹是看它的核心业务 当然大家说了很久 整年两年 全民中的Model 2 或者Model Q是什么时候出呢 昨晚又说可能不出 但这个就等消息去验证一下 但另外一边上就是比如说这些FSD 甚至之前那些人形机械人等等 其实都是曾经吸引到市场的眼球 但最终你说股价是否有很大刺激 是有了一下的 现在又将这个故事再玩多次 即你计算这次玩了第三次了 你说Robotax 当然你说无人駕駛的最早车 那大家又去看一来本身整体的市场需求有多大 二来就是本身那个交付量会是有多少 因为始终这个来说 其实大家都未能摸得透 究竟你实体的需求会是怎样 当然你说你有一样新的东西出到来 那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在那 但实际上你对于Tesla整间公司 他们的收入的贡献 即Robotax 出来之后 两至三个轨道的情况会是怎样 甚至是说利润的贡献会是怎样 因为大家都看到 其实Tesla的毛利率一路受压 当然他还有一单要去牺牲毛利率去谷销量 但你之前一直都提到 你不只是说内地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甚至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来说 竞争是百业化 如果Tesla是要保持自己的自身 在全球市场份额的话 那未来一段时间的价格仙也会持续 所以他一直想找一些新的增长亮点 新的收入增长亮点 去吸引投资者的眼球 如果大家刚刚有留意那条资料片段的话 其实就是Tesla和大家公布的FSD 一个自动驾驶的片段 当时股价都弹了上来 其实如果大家玩美股都知道 Tesla大家不会当它是一间汽车公司 反而当它是一间科技公司 因为可能它的Robotax和FSD 即是自动驾驶 都会让大家有一个憧憬 如果真的到时 Robotax和FSD真的推出来的时候 对于股价方面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我想这个要看几样东西 第一 刚才你也说得对 大家不是当它是车股 是当它是增长元的股份 但是增长元的股份的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高收入增长 可能高盈利增长 你对应一个高的股值 当年Tesla大家看到 差不多差不多700-800元 流上的时候 就是在玩这个股价 但是大家都看到 你的增长动力开始放慢 你的利润能力开始转叉的时候 股价就一直和你杀到你 当然又马仙又自己搞其他 令到股价也都坐在你 那么多个领当别论 所以如果你说 刚才你一路提到 就是说每当有新的产品线出到你 FSD也好 甚至接下来 Robotax出到你也好 就不仅仅是单看一季他们的情况 因为更加对于机构投资 尤其是对于机构投资者 更加最尽就是说 你的持续性 你是不是一直在一个 很顺利的一个维持续的阶段 就是说FSD 你的订阅是多少 你的收费是多少 有没有价格压力 甚至Robotax的量是做到多少 你的模拟可以做到多少 因为你看到Tesla 你的模拟是20%以下的 整个总体来说 因为如果你说 你走一个软件路线的话 其实那个模拟率是非常高的 甚至跟当年大家看 苹果一模一样 你去走一个软件路线 你走一个封闭的生态链路线的话 其实它的变演能力可以非常高 但你究竟这次对Tesla来说 它们的变演能力有多强 是需要时间观察 而上星期五 Tesla他们都说 FSD的总例数已经超过10亿英里 再看它的数据 FSD在美国收费是12000美元的 到底它的出货量少了 到底这些够不够cover它的业绩 都值得关注 不过无论是怎样 看见港股方面 禁风、内施特 其实都已经有少跟炒了 已经跑赢了 Tesla的胜负 逐次去看看 纯粹是价层反弹 还是业务有充劲 先谈谈禁风 其实都有消息 商气集团 其他公司就发布了一种新车 当中都搭载了 第一个超快充固态电池 这个固态电池就安全一些 以及差得快一些 另外禁风其实他们都有个 固态电池生产基地 一旗就已经封顶 另外一个固态电池pack 都实现交付 其实见到今天A股 一些固态电池的抗炼股 都炒起 这个固态电池对于近风来说 那个憧憬业绩上面 业务上面有多大 其实看固态电池来说 其实都不是第一天 大家去说的事 过去这一年 大家一直看整个 内地新铃汽车市场 EV电池的发展趋势 大家看到 尤其你看到灵德的发展趋势 都是见到的 你看到现在大家 用着的新铃汽车电池 都在说液态电池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有时候稳定性不是太过高 所以大家一直在说 你去做固态电池的话 中长期对于 整个电池的消耗 稳定性 输出率其实也会有提升 所以对于近风来说 他们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了 股资源对于短期的股价 也会有帮助 但始终这个只是一个 很新的产品 大家也没有期望过 尤其是你看近期 碳酸利的介石 都仍在低位震荡 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新铃汽车市场 竞争这么白业化的情况之下 你说有没有有个 re-stocking在这里 短期是比较难 所以你说純粹从消息面 短期有提振 但是你说在今年 对于他们的业绩 和盈利的拉动 就相对是会比较小一点